每月关系大幅度提升 应对这种变化 中国要抓住的战略重点是什么 9月10日呢 美国总统拜登参加完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后 去越南进行了访问 与越南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志负重进行了会晤 双方就表示对两国关系提升为 致力于和平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表示欢迎 这毫无疑问是美月关系的一次重大提升 美国这些年来一直非常希望提升美月之间的关系 为此呢还派这个航母编队 还派着副总统去越南进行访问 不过越南作为中国的邻国 也不得不考虑中国的态度和耐心 如果越南选择彻底倒向美国一边的这种选边站态度 无疑会遭遇中国的强烈反弹的 因此呢为了维护一个平衡 越南还要强调发展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是越南的外交优先方向 也是越南对外交往的头等优先 从层级看 即使美国和越南的关系是快速升温的 中越的这种伙伴关系层级还是要高于美月 美国呢选择越南作为外交攻略的重点之一 应该有几个目的 第一呢是要在东盟国家内部继续打入蝎子 通过这个蝎子对东盟施加影响力 美国呢在菲律宾也是这样 他们是非常希望扩大中国和这些国家在南海主权等问题上的争议 拉开中国跟东盟的距离 方便美国作为域外国家 以被东盟国家邀请的方式进行介入 另外呢美国虽然知道无法跟中国脱钩 但是他们也需要在供应链上逐渐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所以要通过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扩大对越南的工业能力的扶植 越南经济虽然是最近几年有起色 但是它的制造业产业基础也在中国嘛 要从中国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在越南进行组装再出口 所以未来很有可能是美国要出技术 出设备建厂房 越南出人力 毕竟啊论及人力资源 越南劳动力的成本同样还是廉价的 而且越南的劳动力要比印度的更加尊重纪律和秩序 美国的企业如果能在印度都忍得住的话 那在越南就应该更能坚持了 对于美越这次关系提升 中国外交部呢倒是没有做出很激烈的回应 只是强调这种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 毕竟呢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还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合作 我们不至于有过于激烈的反应 而且也应该避免引起周边国家的紧张 这种紧张正好是美国希望能够利用的 但是对美国的战略企图呢 我们也不能不做反应 既然美国是要在东盟里边打蝎子 那么我们也要加强在东南亚国家的经营 重点呢就是经过了老挝柬埔寨泰国方向 然后一路指向马来西亚新加坡跟印度尼西亚 去年我们就说过 我们建设的中老铁路 要成为中国拉动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动脉 越南能不能够融入这个体系 还是要被我们撇在一边 当然就看越南的态度了 再有就是呢 对泰国等国家 我们要加强防务合作 最近中国跟泰国的潜艇交易 已经突破了发动机那个难关 扫清了出口障碍 当这些国家通过中国能够获得安全保障 当然就没有必要去抱美国大腿了 同样对菲律宾对越南 一样要坚持底线 坚持原则 但是同时也要强调斗争的艺术 换句话说呢 要有打击的能力 也要博弈的战略 在这两种关键能力中 中国在前一者的这个方向 发展非常之快 这个速度是罕见的 而相比之下 后者就是我们这些年 对外斗争的短板了 所以还是关键的一点 若而实力的发展中啊 千万不能忽视的是斗争的艺术